HELLO,我是PHEBEE 今天要來分享一款最近超夯的磁吸式假睫毛 這包裝盒的質感真的超級好 通常我會先試用,然後好用再開箱 內盒是抽取式的設計 抽出來後會看到睫毛鏡盒還有一隻睫毛夾 睫毛夾有分上、下 在使用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楚喔 再來就是聞聞美麗的睫毛登場啦 睫毛是一個非常脆弱的物品 不管是拿取或穿戴都要很小心喔 盒子底下也有標示著左右兩邊 要照著標示收納才不會搞混喔 除了基本的夾子跟睫毛 還有一個絨布的收納袋 兩款下睫毛的貼紙 這個看起來真的好有趣 下次要來試試看 這裡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商品 就是這個睫毛定型凝露 有了它,睫毛才能持續一整天的不脫落 把它拿來刷下睫毛也很好用喔 這個是左右兩邊的完成板 一隻眼睛有上、下、兩片睫毛組成 插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壓住底端的睫毛 讓上面的磁鐵翹起來以後 再從磁鐵下方輕輕的推開 這是可以重複使用的睫毛 剛說了,睫毛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脆弱的商品 需要被小心呵護才能使用長久喔 上睫毛是用藍色的點點標示左右眼 下睫毛是用白色的點點標示左右眼 你只要記得,睫毛在夾子上面的時候 一定要能夠看得到點點,而且方向正確 像這隻是左邊藍色的點點 找到夾子標示的上面 把藍色的點點露出來就對了 找到夾子上面的Dumb 搞不清楚方向也沒有關係 記得把白色點點露出來就對了 這樣準備的工作就完成囉 等等就可以來戴睫毛了 我想先說的是作為一個專業的造型師 在以前這樣的商品一定會被我排斥 覺得它還是無法取代人工貼臉的完美度啊 雖然它還是無法做到完全的貼合眼型 但也有95%的完美囉 有些平常不接觸化妝的朋友們 都要貼臉了還是看不出磁鐵在哪裡呢 一直以來我自己的日常妝感會以眼線為主 但近年來睫毛當道 偏偏我刷睫毛膏又會暈到一個爆炸 想黏假睫毛又太花時間 一想到晚上又要卸眼妝跟塵膠整個都懶了 所以我開始尋找一個可以解決以上所有問題的方法 就讓我發現了這款磁吸睫毛 和另外一款免膠的睫毛 免膠的貼合度可以做到完美 所以我打算自己開發更多的變化款式 下次再來跟大家分享囉 回到磁吸睫毛的部分 因為它是上下兩層 睫毛合在一起 所以不會有傳統貼睫毛真假分開的問題 算上準備工作的時間 我大概30秒可以搞定一隻眼睛 不用刷睫毛膏就沒有暈染的問題 當然也沒有卸妝的問題啦 因為拔下來就好囉 最後是測試持久度的部分 我帶著它騎摩托車到健身房蹦蹦跳跳 上高強度的課程回到家依然好好的夾在同一個位置上 還有一個超棒的地方 因為軟池已經取代了大部分的眼線 所以畫眼線變得非常的簡單 把眼頭眼尾補起來就好啦 對不會畫眼線的新手們是一個非常好的模具 跟著石鐵的位置畫久了你就會囉 分享了這麼多的優點 接下來我要說說自己覺得可能是缺點的部分 剛剛我們有說到軟池疊的部分可以取代眼線 這當然是一個很棒的優點啊 但畢竟它不是手工訂製 接合度的部分應該是因人而異 不過我想除非你的眼型弧度像這樣 不然應該不會差太多的 用嫁接睫毛來比較 上眼之後的重量感是差不多的 畢物感會多一點點 因為有時候會貼睫毛已經蠻習慣了 所以這些提感對我來說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等等就讓大家來看看 這種睫毛到底有多適合染人使用吧 在腳睫毛前要先把睫毛夾翹 接下來刷上定型凝露 這個步驟很重要喔 是睫毛可以一整天不脫落的關鍵 我也會把它拿來刷上睫毛 效果不錯喔 睫毛的左右兩邊不要搞錯喔 右邊的下睫毛 右邊的上睫毛 睫毛夾上去的時候 夾子要對準上眼線的位置 等等拿起來的手勢也要注意看喔 夾子的角度始終保持往上 這樣你才有辦法把睫毛推到最裡面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沒有破綻 看下面的時候會比較明顯 但平常的社交距離是還OK的 我的習慣是會貼上雙眼皮膠帶 然後只要把眼頭跟眼尾補起來 就完成了一個日常的妝感囉 雖然很簡單但還是有插方 換左邊一樣先把自己的睫毛夾翹 刷上定型凝露 喔對了剛剛忘了說 一定要等它乾了才能夾上睫毛喔 看個角度來看應該會更清楚 一夾一放就戴好啦 是不是很快呀 再黏上雙眼皮膠帶 眼頭眼尾補起來 收工 超級簡單又好用的懶人化妝小物 有沒有很心動啊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也別忘了幫我訂閱留言加分享喔